外交最理宗愣 感想适口突出紫盐的味道 就对了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个烧烤味的紫盐豆角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选择这豆角 长豆角 把这个豆角 剃吧 给它去掉 去掉 不好的地方 摘一下 这个花尖看一下 不好的 给它掐掉 这样 这种长豆角 吃的口感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咱们在家做 比较好上手 主要突出个紫盐味 另外口感 让它外焦脆 这个味道才好 来朋友们看一下 切成一寸成 小段 不要大段 不好看 这是洗过一遍的了 咱们俩再洗上一遍 洗的时候呢 搓一搓 简单的搓一搓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料头 切一下 这个是多余放的 主要呢 是为了这个颜色 好看 最后往里下 现在呢 顶刀切成小薄圈 越薄越好 然后呢 除了这成品 看上去非常亮丽 红绿相间 再加上 芝麻那种白 圆葱 切丝 做这个烧烤味的菜品呢 多数离不开 这个圆葱 把这剃板去掉 切成滚刀的丝 不是块 这样就行 攥一攥 碾一碾 把它收到 盘里带用 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一下 这几种料 芝麻要熟的 紫盐粒 叫半粒 一半呢 是粉状 一半是小颗粒 这叫半粒紫盐 不要整个粒 整个粒呢 往这个主料上挂的时候 不好挂 你要是粉状的吧 啪啪一翻勺 这几种料 都挂在主料上 这味太好 辣椒粉 放辣椒粉呢 也可以 辣椒段 也行 你愿意吃辣椒 你就挑两碗辣椒 不愿意吃辣椒 你就吃那紫盐味儿的 这个主料 非常好吃 来 朋友们 看一下 开锅了 把主料洗好 下锅 盖上盖 开锅一分钟 就可以 来 朋友们 看啊 开锅就好 用这个凉水 给它头洗一下 来 这样 这样啊 朋友们 看 这个上面挂的水 再挂上 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也行 是土豆粉也行 红薯粉也行 这样 后点挂的才好 看看这样 还要往上加 玉米淀粉是首选 杂臭的脆 效果好 挂到这个程度 哎呀妈看啊 一撩这个油 看这个油花就知道 热度可以了 你看这么一动 油花瞬间就没了 这个最低气码能进入到七成半 来看看 这样 沾一下水 看一下啊 这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里面再加上点粉 再加上点水 焯乎乎的 抖了开 现在开始下 哎 别让它铺下去就行 啊 看油花下去了 现在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颜色 看呢 哎 这样 还好 轻轻的 它这么一搅 这么一翻个啊 看要散了 就说明盒子不散啊 那就是糊 没掌握好 温度呢 还过低 啊 再炸一下 让它碎了 一动 咯啦 就开了 那就碎了啊 现在马上就要出锅了 大致 一分半钟 来 可以吗 看一下 糖一下 脆口啊 看看 这就可以 把下面的油渣子 用这个 蜜漏 往里打一下 如果你早上吃咸菜啊 就把这个油渣子放到咸菜里一半 非常棒啊 温度要上来了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油花 现在这个颜色也非常不错 也挺脆了啊 二一遍 看看这个油花 来炸到这个程度 看一下啊 听一下声音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来 朋友们看一下啊 把这个油给它沥净啊 放上原葱 然后再放芝麻 然后再放芝麻 再放上辣椒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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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味儿都上来了 也有的朋友说啊 放点这个白糖 味儿会更好啊 可以这么做 来咱们尝一下 这个口味儿 你看啊 入口 你要一听这个声音 就知道 这个菜 外焦脆 里松嫩啊 感想适口 突出紫盐的味道 就对了 你像这个 红辣椒圈 没有可以不放 芝麻没有可以不放 但是香油不能不放 香油要不放这里 就少了个灵魂啊 好了 今天这道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